生命纪第十七章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致死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 将他致死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城中若起了征颂的事 或因流血 或因征静 或因殴打 是你难断的案件 你就当起来 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 去见祭司立位人 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 他们必将叛语指示你 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指示你的叛语 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 谨守遵行 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 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他们所指示你的叛语 你不可偏离左右 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 或不听从审判官 那人就必致死 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 不再善感行事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 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 像四围的国一样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 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 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利非贫 恐怕他的心偏邪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颂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诫命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 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绵长日久 同时 啊 啊 啊